好 再带您看有法式餐厅业者举办珠宝金工设计展 不但是展出高价珠宝 现场还有由资深大厨做出来的精致甜点 看起来就像是珠宝一样 视觉味觉都是一大享受 模特儿身上要眼夺目的珠宝 价值动辄数十万 设计师的品味巧思结合珍贵宝石 尽管一条预赚最要价四百七十万 贵妇名媛趋之若鹜 不过再仔细看看这一旁 看似同系列的宝石钻石 却隐隐透出更多的甜美 原来它出自甜点大厨的手艺 是份不折不扣的甜品 在用糖片的话通常都是一片烤完 就拨一拨擦一擦 然后并不会说想要做一个花的造型 糖片要有宝石般的透亮光泽 还要有贵金属动人的延展曲线 这其实很不简单 不但要有巧思 手艺 还得跟时间赛跑 因为时间就是你要捏造型的一个关键 赌上十六年经验 主厨黄立芳用甜点 把珠宝的奢华感充分表现出来 蒸钻石和蒸甜品之间 女主厨有精准的分辨 本身是女人 当然喜欢是戴在身上 希望大家喜欢她多一点 还是那一颗主厨 当然是我的东西多一点 男人或许更爱甜点 因为她不但美还能品尝 民食新闻正部位邓山田 高雄市报道 你来承认 我认为 老师的 我认为 你来承认 你来承认